脱离的學生身份正式成為社會新鮮人的你 你適應了嗎? 哈囉!各位Dreamers 我是竹夢家Micky 延續上一集所討論的已經進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們 無論你是職場適應不良還是吃人悶虧 有苦說不出來 新鮮人救星馬上為你解答 QA時間到了! Let's go! 第1個問題 職場禁忌有哪些? 有什麼潛規則嗎?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每個公司它有所謂相對性的公司文化 以及物資架構運作的一些方式 那文化呢是從哪裡來的? 文化是因為人跟人 他溝通跟他的意念 或他相信的那個信念 所導致他做的一些決定 會有某些方向性而已 那這會久久是你進去的時候呢 你會感受到一個無形的 就是 呃 什麼其他的同事 碰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雖然我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好像大家都大家都這樣 好像是不同的 所以你會隱隱覺得好像有一個隱形的牆 或者是一些比較隔閡的部分 那這個隱形的部分其實就是所謂的 職場文化啦 公司文化等等的 所以先不要著急 假設你已經進入3個月 5個月 其實你待得還不夠久 去好好的體會 就是完整的跑完他的 組織架構的一個完整的流程好幾次 不要說龍會貫通 你可能都還在門外 去看 門內到底是怎麼樣運作怎麼跑的 所以我一個建議是呢 分成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 回頭來看自己說 我在做的事情 跟叫我資深同個類別 同個指揮在做的事情 他們做的事情 跟我做的事情 到底有什麼樣層次上的差異呢 所以導致說 我可能常被罵 常被念 要重做 然後你就覺得好像 這些事情都只對我 針對我 那其實有點不一定 當你去看一些資深的前輩的時候 去翻開看 譬如說 你只是準備一頁兩頁 他準備十頁 所以是 完整度嗎 或者是 裡面的這些細項是 有條有理的 可是你可能比較沒有條沒有理的 然後或者是 他有比較重點 那 第一個是文件的準備 那第二個呢 是 溝通的方式 你的用字潛質 然後以及溝通的方式 你的散發出來的能量 是不是 正面導向了呢 樂於溝通 樂於分享 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確保 你準備的東西是好的 你的溝通力是好的 那第三個要去準備的 是了解說 你其他的這個同事 他們呢 各式做事情的喜好 在組織下之後 上 淫喻的方式 包括長官的一些喜好 你都要有一些 初步的了解 這樣子 你才可以用 對的語言 對的溝通頻率 去對上他 你也比較不會覺得卡卡的 國外來講的話呢 會有一個 事情就是說 我只要有理我的數據 我的資料 我都準備很妥當的話呢 我可以在會議上 直接公然的就是 challenge他 欸 你的這個方向不對 我認為這是比較對 然後可以提出來 大家會 相對性的是 公平競爭 或者是討論一番 可是回到亞洲來的時候 有時候呢 會有一個那種 所謂的 以下犯上 這種東西是 不可以做的 這種 無形的職場文化 這可能也是你所謂感受到 因為覺得是說 你從學校出來 風氣就是說 為所欲言 你喜歡分享 跟同學聊 跟老師交流 可是 到職場上發現 你好像 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這個隱形的 可能就是你所謂 感受到這個 潛意識的這種 隔閡 隔離的部分 你也思考一下 因為 你進入這個產業別 可能千百種 每一個產業別 其實都 不大一樣 那我在這邊 就不一一的 舉例了 但是 有可能 以下犯上這件事情 在亞洲是 一大經濟 所以這個 提供你做參考 第二個問題 公司同事都很冷漠 公司內容 無人引導 怎麼辦呢 其實這代表 幾個問題 公司 可能沒有一個 所謂的 onboarding 的 process 這個過程 會有一個 稍微 資深的 就是母雞帶小雞的概念 資深的來帶你 讓你知道說 給你一切 讓你在工作上 做得好的 工具 資料 訊息 所有的一切 都提供給你 可是 如果沒有一個 這個整個過程的話 一去 然後可能是 給你一台電腦 一個桌子 你就坐下來 然後左看右看 然後沒有人過來 難道你在 就上網嗎 就打電動嗎 一定不是嘛 一定通常會有一個人 他需要好好的來帶你 做一個 交接的部分 就是說 可能你的上一位 他可能離職了 或者是 你是個全新的職位 然後他把東西 拿給你 很有趣 如果你沒有這個過程的話呢 你當然會覺得很冷漠 怎麼我坐在這邊 沒有人管我 然後我就一個人在一個 一個辦公室 前面 然後面對一個電腦 然後就是 無所事事 還有一個部分是 如果 同事都很冷漠的話呢 你會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 這個公司文化 就是這樣子嗎 還是公司 有一些問題 所以導致說 目前的士氣 大家的士氣 都是很低潮的 然後你進入的時候呢 可能是 公司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很多人 被潛質了 然後你可能進來了 那所以 當然公司就 大家就是很害怕說 我是不是下一個 被潛質的 所以氣勢會很低迷 你對待新人 也絕對很冷漠 因為他想說 我到底怎麼辦 腦袋都在煩惱這件事情 這也是可以觀察的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你自己需要 主動的去破冰 意思是說 你呀 通常碰到一個全新的人 你可能說 嗨 人家就說 嗯 你是誰啊 但是你從一次 兩次 三次之後 人家說 從不知道你 知道你 然後 也知道你存在了 開始跟他情依 或者偶爾 就是說 我請你 可不可以請你喝杯咖啡啊 稍微聊聊啊 或者請蹲吃一份中午啊 我想這一頓錢 應該說還是出得起的 這樣子的一個釋出的善意的 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跟每天點頭 每天打招呼 啊誰誰誰找 誰誰誰找 這些都是一些微小的這種 一步一步去達成破冰的動作 所以呢 如果同事都非常冷漠 拿出你的勇氣出來 馬上 一個一個 去拜訪 一個一個去打招呼 然後呢 持續的不要斷掉 我相信在短暫的半個月 兩三個禮拜之後 應該就會有好轉 第三個問題 環境不適應或者是公司不如意氣 應該要繼續忍耐 繼續做 還是直接離職呢 這個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 我覺得其中一個點是在於說 假設你剛剛進去三個月的話 然後就覺得好像 哪裡卡卡受不了的話 先檢視自己 然後先撐一下 因為假設 如果你做了三個月 下一個工作三個月三個月 你的履歷在於 這些主管上面來看 未來公司來看 其實會不好 會來會走的卡卡的 目前來看 公司有可能是沒有把你擺到對的位置上 讓你發揮的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 有可能是公司的程序 做事的程序 不明朗 不細分 不清楚 然後也沒有好好的提供給你整個過程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做事 發揮好自己的能力 第三呢就是 公司 所需要的一些事情 你的能力 暫時在這時間點是並不足的 所以你覺得卡卡會覺得很痛苦 那所以要避免這點來講的話呢 重要的點是 判斷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邊得到你的養分 繼續成長 銜接下一份工作 這樣講好了 爸爸或者是祖父輩來講的話 他們會在一個公司裡面工作 一輩子或半輩子 10年 20年 但是你現在來看我們年輕人 可能幾個月 半年 或一兩年 可能就跳槽跳別公司了 那我們跳的原因來講的話呢 一方面是 我們希望成為更好的我們 成為那樣子的我們 我們需要確定我們一直成長 所以當你到這個公司之後呢 你發現說 他的程序是不明朗的 他需要我學習 多新的工具 或者是 征召自己的能力 就是 本來就是沒有錯的 因為公司需要 我自己也需要 因為我是為了自己嘛 我為了我自己的能力增加 所以我的薪水未來 我的要價可以更高啊 因為我的執行力變得更強 所以 如果這個公司 他沒有很好的程序 沒有很好的專案 沒有辦法到對的位置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成長 那這個公司可能就不適合你 你可能就要去思考說說 怎麼樣去銜接到下個地方 或去找下一個出路 當然 我必須要提出一個警告 每個公司 都有他所謂的問題 所以不代表說 你從這個公司 覺得好痛苦 亂七八糟的 好像很不適應 不適合 跑到下個公司 就適合你 所以呢 重點還是 需要知道說 怎麼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增加自己的實力 然後判斷在這個公司 有沒有辦法繼續成長 再決定 去 或留 第四個問題 第一份工作 通常要待多久 會比較適合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 蠻深的 因為在不同年紀的你 回頭再思考這件事情 有時候得到答案 會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呢 要依靠你自己 對自己的 職業生涯的規劃 可能你現在才剛入社會 才進入這個公司 幾個月 可能沒辦法想那麼遠 但是這個議題是 必須要持續的去想 無時無刻去想 你才知道說 你要增加什麼實力 什麼樣的能力 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才能夠銜接到 未來你想像的 那一個方向 但是呢 我要先提供一個 很重要的建議是 不要 待 只有一年兩年 我建議呢 如果能的話 你帶到一個舒服 公司的結構 組織架或營運 他的資源呢 然後願意釋放出來 越讓你們 試錯 特試 學習的這種 很開放的這個 職業場所的話 太好了 你要在這邊好好的待在這邊 然後生根 起碼三到五年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一年 兩年來講的話 你只是 做東西是看到皮毛而已 你可能做的東西 然後你做完之後 就丟過去別人了 你永遠沒辦法看到 你丟出去 然後這個東西 他對公司 或者是社會 帶出什麼樣的影響力 所以他這也是一個 很表面的事情 可是相對 你如果做到 三 五年的時候呢 不只你已經從這邊 很基本的做完了 你已經丟出去了 你已經做到 可能升級了 到下一個港月 你可能也變成是 資深了 那你做的東西是 你可以看得到 你做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 因果關係 就是他對這個市場 造成了什麼樣的 判動 那這也是相對的 會體現 讓你知道說 你的經濟價值 或商業價值 到底到什麼程度了 以及 公司的所有的 外面的 廠商 人脈 資源 你都有了解了 然後你都跟他們很熟悉的 這一些 我不是說你能夠打包帶走 但是這一種種的學習呢 能夠讓你在下一份工作 一個公司的時候面試 能夠像你故事一樣 講出來 那這樣的話 面試者就會知道說 哇 你真的有執行過一些 蠻好的事情 然後你是一個人才 已經被磨練打練過的人才 你對產業別的 廣度跟深度 都有到一定的條件 這是一年或兩年 都達不到了 所以我會強烈的建議 三到五年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當然是 這個公司是適合的 那就可以待這麼久 分享一個小小故事 當年我在 中華五行資產 建價的時候呢 我有碰到一個公司 然後在建價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 很厲害的人 他們的薪水都是五六百萬 那我在看他的履歷的時候 發現說 的確他們的年紀比較大 大概是 四十歲五十歲左右 但我發現 他是五年到七年的時候 就跳一個 完全不同的產業別 總共跳了三次 所以意思是說 他把深度跟廣度累積 同個產業別 然後連接到 下一個五年七年 累積的資源 然後再下一個 加起來就是一個 很龐大的勢力 那他這個人 就非常有價值 去解決很多 很困難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大公司 想要聘請他們 用高薪聘請他們 那這也提供給你們 做這樣參考說 如果你們未來 傾向幾百萬的 這種年薪的話呢 你可能需要做到 什麼樣的程度 要努力的 深蹲在一個地方 蹲夠深 雜夠深 你才有辦法 達到這兩隻地步 第五個問題 倒置一個月了 還是有很多不熟悉 一直問問題 會不會讓人覺得很笨 沒有潛力 這是一個 非常常有的問題 我覺得 你要拆開來看 是說 第一 你一定不會是笨 而是你有沒有 問用對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通常說犯錯 不超過三次嘛 對不對 你如果犯錯 超過三次的話 那代表是說 你沒有用心嘛 你沒有用對方法 去解決問題嘛 好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有去把你問題 記錄下來嗎 請問你有記錄說 你每天 完成了什麼問題 解決了什麼問題 還是有碰到什麼問題 那這個問題 留到第一天 留到第二天的時候 第二天有解決嗎 還是一個禮拜後解決嗎 還是在第一個月後 才有難力解決呢 所以當你有好好的記錄 你就會知道是說 同樣的問題 你栽在同個點上 它是 程序上的錯誤嗎 還是自己 判斷力的錯誤嗎 還是自己 初心的錯誤嗎 是什麼樣的錯誤 對吧 當然 你第一個月 進入一個公司 通常有一位資深的來帶你 他有義務要教你 交到會 可是呢 你如果沒有很努力的 去記錄下來 他教你的什麼 你可能就是 喔 我聽聽 喔 然後我就稍微去做做 很有可能 你有聽 然後有做 可是他還沒有到 熟悉到龍會貫通了之後呢 可能隔兩個禮拜 然後再出現的時候呢 有可能 你已經忘掉了 那這時候呢 要到底要貴的 是他教的不好嗎 還是你沒有好喝 把它記錄下來呢 還是呢 你沒有在這公司 待夠久 同個程序 做到熟能生巧呢 所以呢 心態上 不要急 想想看 自己用什麼方法 記錄下來 然後去判斷自己 到底栽在什麼點上 重複的犯錯 那當然 如果 教你的 做交接的這幾位 如果呢 他們看到說 你很努力 然後你有用這些方法 我相信 他不會覺得說 你是笨的 他也不會說說 你 你不是努力的 只是 你需要一些時間點 繼續磨合 讓你能夠 進入狀況 然後解決 他們給你的各種問題 所以最後呢 花點時間 在記錄這件事情上 然後再回頭 審思 回想說 你到底什麼事情 可以怎麼做調整 我想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 第六題 同事不斷把 植物外的雜事丟給我 我該怎麼辦呢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啊 我剛進公司 然後呢 怎麼這麼多人 就丟好多事情給我 我想做不完 然後每天又待很晚 然後很暴躁 我覺得這其實正常 因為 其實兩方來講的話呢 公司方也需要去評估說 哪些 是你擅長做的 做的好的 哪些不擅長做的好的 那他要得知這樣的訊息呢 只有他丟很多不同的面向 跟東西給你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是 當你在你的職位內的 的時候會有一些東西 可是有時候他還是會丟一些東西 其他東西進來去測試說 你有沒有能力 劃足別 或是去做更 高產值的東西 所以這是 屬於一種測試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也有屬於就是說 有些人 某某人想要偷懶 所以他就把很多東西丟給你 遇到這裡來講的話 其實你也不要害怕 多做 多學 你所做的 你所走過的路 全部這些 價值 學習 都會 保留在自己身上 是你帶著走的 所以呢 不要害怕去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給自己一個停損點 例如說 我做這些事情 我做到 半年之後呢 開始去分別是說 我做好自己崗位裡面該做的事情以外 額外這些東西進來之後呢 他的優先程序 意思是說 他的重要性 他的質別是什麼 對於公司的專案 公司的這個大方向 他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當你能夠判斷之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要有排他法 把這些沒有價值 但是額外的東西呢 丟回去 丟回去給對方 那你能夠用的方法 例如說 借利指令 某某A同事來跟你講說 嗯 你滿好做這個 那個 我等一下 然後下午就要要了 或者是 明天我就要要這個東西 你就會說 我很 很願意幫你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三天來講的話呢 主管 A跟B 分別都丟了 這個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要在這時間裡面做 那時間很趕 要不然的話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 我跟長官報備一下 說你這邊很趕的話 我就先做你這邊好了 那我先跟他報備一下 這樣好不好 那他一聽他還覺得說 嗯 你這是要告狀嗎 但是看你的身體語言 然後你的臉部表情 你講話的方式 如果都是很柔軟的話 讓他覺得說 你想要幫忙 你想要幫他做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 這個時間點 你沒有辦法 那當然有主管幫你去擋 那他也沒辦法 他可能就乖乖摸冰 然後就把東西拿回去做了 所以可以使用一些 像這樣子的這種軟技巧 可以去 消除很多這種 額外的東西 因為畢竟 大家已經丟很多東西給你做了 你都有做 你會做好自己的崗位 做好這些 額外的事情 然後去判斷哪些是不重要的 沒有價值的 把它排出去 這保留有價值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要跟人資 可能待了一年 一年半 你覺得是說 欸 我做這麼額外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些 一一的 記錄下來 拿出來 跟人資說 我除了做好我崗位以外的事情 來講的話呢 我有做出額外這些事情 都是對公司 很有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的薪水 有力做調整 那所以這些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方法 把一個 可能你覺得是 目前負面的一件事情 轉換成 未來正面的薪水 調整的一個 第七點 希望這個部分 有能夠幫助到你 第七題 主管總是 殷勤不定 好難抓到他的 標準和喜好怎麼辦 這個問題很有趣是 通常主管呢 會有兩個方向去判斷 第一個方向是 他的個性本來就是很不好 然後第二個呢 是主管嘛 他總算是要有一個擔當 那依照他的心思結構來講 有相對應公司的業務的這個責任 專案他要解決 去承擔 那有可能 他是因為主管 他帶了一個整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裡面呢 會有一些 刺頭啊 或溝通不良啊 或者是做事做錯誤等等的 那這些都會導致說 他要承擔 他在負責的這個專案的成與敗 那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你需要藉由跟他的長期的互動 以及 你丟了一些問題 別人丟的問題 那不同人丟的問題 你要去觀察 他回答的角度是什麼 他在什麼樣的議題 什麼樣的核心問題 他會很暴怒 他會 那個情緒會上上下下的跑 你要去判斷這件事情 但是判斷出來之後呢 你還要在深層的去挖掘 他背後的意思 到底代表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呢 他所要負責任的 KPI沒有辦法到達 那所以呢 他會被老闆罵 所以他當然會有壓力 他當然情緒會不好 所以呢 你能做的事情是 藉由非常多的互動 別人跟他的互動 別人丟的問題 你丟的問題 然後 很多事情的一些執行跟完成度 去觀察 這位主管 他的喜好 他是為什麼而動怒 為什麼而高興 為什麼而生氣 然後他注意的點 他在乎的點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從他 反覆重複的在講同一件事情 而得知 他很看重的核心是什麼 所以當你用反推理的方法 去把它揮揮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哦 自己有哪些點 不要那些坑不要再掉進去的 把它好好記錄下來 然後把它避免掉 這樣子的話呢 你跟這樣子的 喜怒哀樂 亂七八糟的這個主管呢 比較容易一起共處 一起做事情 然後不會 踏入他的痛點 OK 皆さん 看到這裡是不是有 解答到你的疑問呢 進入職場是一個新的里程碑 先恭喜你 你或許會有不適應 或許會受到一些委屈 但是相信我 你只要方向性正確 努力熬過去 一段時間後 大家都能夠找到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最後我們準備了一個問題 要詢問大家 你們認為一個 職場星系人 什麼樣的能力 特別需要呢 A 優秀的專業能力 B 超強的抗壓性 C 學習能力強大 D 上場與人溝通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一起討論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主夢加Dreams Boomer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IG哦 See you next time Bye Adios Ciao meidän Van 摘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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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Museum